What's up,我是Eas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又到了周末了 到了咱们一周秋鞋开箱时间 今天在小周板上我们要开九双鞋 好,大家看到我穿着金色的棒球衫就知道 现在时间已经非常晚了 确实今天的工作时长非常长 这个挣点钱确实不容易 好,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非常希望给大家拍这期开箱视频 因为确实今年的好鞋非常多 而且最近要过年了 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兔年大吉 同时今天会有一双跟兔年相关的球鞋做开箱 没错,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 兔年的2002R New Balance 好像还是个倒装卷 好,第一眼映入眼帘 这双鞋采用了一个撕裂的质感 非常像之前发布过的2002R的Protection Pack 尤其像云与辉那一个配色 其实之前的云与辉刚刚发售的时候非常的昂贵 我记得在美国的吵架应该是四五百美金左右 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收 然后这双鞋不断的补货 导致它的价格一路走跌 基本上已经跌到原价附近左右了 然后突然横空出世了这么一双兔年的2002R 跟云与辉非常的相似 我正好也原价抢到了一双 所以现在心里想不想再收那双云与辉 姑且在让我纠结一段时间 首先在New Balance这个品牌下边 我可能最喜欢的鞋型之一了 就是这个2002R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边有四双2002R Protection Pack的续作 就是Refined Future 这一个系列的鞋型 我已经做过了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测 同时讲述了一下为什么这双鞋要采用这种设计模式 说白了 就是想模拟一双球鞋 穿了十几二十年 上面的皮面剥落的质感 所以整体来说也是一个做旧系列 在这双兔年上面也同样得以展现 同时鞋底也是做了一个做旧的颜色 鞋带也是一个奶油色 除了奶油色的鞋带以外 还带了一条酒红色的鞋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感觉 我反而觉得奶油色的鞋带可能会更好看 好 尖叫兔年肯定会采用那种长毛的麂皮 而且你看到这个麂皮是分两层的 外层是浅灰色 里层这个是深灰色 这次的鞋底同样加了做旧处理 有一点点像这种胶水干了的痕迹 这双鞋其实我刚才找了一下 上面有没有出现过任何跟兔年相关的logo 其实并没有 关于这点的评价 其实可能就两极分化了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喜欢 因为看不出来是一个兔年 我觉得上面放一个兔子 反而也会觉得比较奇怪 当然了也会有人认为 你没了兔年的这种logo 它就不显得那么兔年了 对不对 我觉得两种观点各有道理 我这里发起一个投票 平行的各位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你是觉得如果做一个中国年系列 上面到底应不应该有这种生肖的图案 好 这次这双鞋其实都开过了 我就不做长篇幅的介绍了 这双湖水域其实又在之前补货入了一双 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配色 所以准备做长臀 另外这两双是南瓜的Dunk 我觉得可以囤几个月看一下 旁边这双就不用多说了 是AJ1的芝加哥Loss & Found 这双鞋也是刚刚做过了非常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测 我个人非常喜欢 所以也是换了五套穿搭 两条颜色的鞋带也都上脚试了一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本视频下方找到 拿一个视频的链接 下一双这个就比较狠了 对吧 大家看鞋盒就知道 是之前的SBDunk成龙虾 也是一个特殊盒 这个就是最外边的那一个盒子 正面则是一个龙虾 放在一个老旧的电话上面 背面则是一个concept的logo 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 既然是特殊盒 这次特殊的地方 就是带了两只bear brick 一个100% 一个400% 其实这个bear brick所有的关节 也都是可以活动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包括这只小的 其实也都可以活动 鞋盒整个都是一个 成颜色的龙虾质感 上面也布满了龙虾的花纹 正中间写着一个concept25周年 之所以这次开箱的仪式感 没那么强烈 是因为我都已经开箱过了 我也不想在镜头前面展示 我好像没有开箱 故意装作一副很兴奋的样子 这个鞋确实刚收到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兴奋 所以我早就没忍住 已经拍了这个球鞋的开箱视频 之后会直接给大家上一期 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测 所以今天咱们只做一个快速开箱 当当当当 这个就是球鞋本尊 首先是一个彩色的dunk盒 打开以后 就是球鞋本尊了 这个颜色还是非常亮眼的 首先这个橙色不是特别的贼 不是那种亮橙色 我是可以接受这种颜色的 至少它在色调上 其实比雪橙的dunk 那个橙色还要暗一些 好 原装的球鞋拿过来 就是一只脚带橡皮套 一只脚不带 那这个橡皮套其实就是为了 模拟龙虾的钳子被套上的感觉 那之前这个龙虾dunk也都有这个设计 另外的三个橡皮套其实放在了这里 这个黑色是另外一只 除了本身带的这个 还有一个绿颜色加上一个灰颜色 那这两条我觉得也可以做万代来处理 好 话不多说 朋友们先给这双鞋整理的颜值1到5分 来一个分数 你会打几分 那这个上面的皮质还是非常柔软的 尤其是个鞋的外轮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的回弹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正面的回弹效果呢 有一点点皱啊 我觉得toebox填充啊 包括侧面的填充 皮质还是非常厚的 鞋舌呢填充没那么厚实啊 我觉得有一点点透工减料的鞋衣 其实最近的svdunk呢 都大概是这个质量 除了本身配备的白颜色鞋带以外呢 还有一个北卡蓝颜色加上一条橙颜色 我是觉得白颜色可能相对更干净更好看一些啊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看官呢觉得怎么样 好鞋的内衬呢 同样有一种龙虾参布的感觉 这个呢 其实我在波士顿吃这个龙虾卷的时候 那个参布呢 或者是包装纸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更多的细节呢 不好意思啊 先给大家挖一个坑 请大家期待一下 我的一个细节评测的视频 那这个呢 也是其实有一些人 对我这个系列的视频 持一些问号啊 就是说为什么好多鞋呢 你会开好几次 其实我频道老粉丝呢 或者一些懂我的朋友呢 早就知道 我的这种鞋呢 你刚刚收到货 或者刚刚买到的时候呢 马上就推出一期视频 其实是搜索量最高的时候 也是给频道呢 能够带来最大的帮助的一个手法 但是好多球鞋呢 其实我不想拍的那么的草率 我是希望呢 自己能够把这双球鞋呢 真实的展示出上脚的效果 同时呢 不只是简简单单 拍一个低成本的视频 搭一条裤子 在室内上下脚就OK了 我是想呢 把这双球鞋呢 拿到户外 我往往呢 会由于天气元素啊 是不是好天气光线怎么样 同时呢 自己还要准备全身的穿搭的衣服 这个呢 都会耗时耗力 加上自己呢 平时这个拍视频 并不是一个主意啊 所以往往呢 那些细节评测的视频呢 会往后推迟一些 也导致呢 流量没那么高 那在一周球鞋开箱这个系列呢 是我一个固定时间 跟大家进行交流 同时做快速开箱的一个时间啊 希望呢 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视频呢 给大家多看几种球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 好多球鞋可能会出现多次 这里呢 也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看官呢 多多包涵 那这个系列的视频呢 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版 或者是停止播放呢 但是我想至少给自己一个交代 每周三拍摄呢 每周六首播 我已经坚持了大概80多个礼拜 就是快两年的时间 我希望这个系列的视频呢 至少要做到170 这样至少在我自己的心里呢 能够说得过去 好 那如果屏幕前的观众呢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有你的想法呢 可以去私信告诉我 或者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你对于这个系列的视频 到底有何建议 咱们只要理性讨论 不认识正攻击 我都会虚心接纳 好 下个鞋呢 看鞋盒又是一双AJ 而且呢 还原了之前的OG鞋盒 其实里边的鞋呢 就是之前刚刚发布过的 芝加哥的AJ2代 刚刚呢 也是收了 以及拍了AJ1高版的芝加哥 那这次到货 AJ2代的芝加哥呢 我自己同样非常兴奋 而且上面这个皮质呢 这个质感确实好啊 很像那种啊 比较不错的包 好 那其实我不得不说呢 2022年呢 除了一双非洲风情的AJ2代 我没收 基本上其他所有的AJ2代呢 我可能都收了 我相信呢 其实比我AJ2代多的人啊 也不多 大伯曲解我的意思啊 是也不多 不是完全没有 希望之后呢 能够有一个机会 给他拍一下 所有之前我收过的AJ2代的球鞋 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除了快速介绍一下 这个球鞋的细节以外呢 其实我更在乎的啊 是对比一下旁边的 这双office的AJ2代 那这双AJ2代呢 不是号称仿造这个乔丹 穿过的一双元年AJ2吗 然后把它穿破了 穿旧了的一个样子 那旁边这一双AJ2代的普款呢 也号称对元年呢 做了一个经典的还原 那我们来简单做一下对比啊 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呢 能够抛开这双鞋呢 是联名的光环 这么一个事实 首先客观评价 AJ2代的球鞋你到底选低班 还是会选择高班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 低班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啊 因为确实高班 你看这个厚重感还是非常强的 很像是一双靴子 穿起来呢也很傻大啊 那做成低班以后呢 我会觉得轻量级一些 好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非常一致的呢 就是鞋舌上的 Air Jordan的飞翼logo啊 非常非常相似啊 第二点呢 脚后跟的塑料片啊 这双普款呢 反而感觉窄一些 这双呢连名感觉会更宽 那其次呢是这个鞋头 这双普款呢反而会更厚一些啊 这个Alfred的AJ2代呢 看起来更加圆润一些 好 鞋里的花纹来说呢 除了颜色有一些些不同呢 其实花纹呢一毛一样啊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好 那说句实话呢 我自己其实对AJ2代的球鞋呢 并没有特别的了解啊 之所以收这么多呢 确实是因为去年是2022年 很多个二 所以呢也好多这种AJ2的球鞋 其实往年呢 并没有这么多的AJ2的球鞋来发售 所以我自己呢也是利用这次机会啊 渐渐的扩充一下自己AJ2代的收藏 因为之后呢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收这么多的联名款啊 或者是设计比较不错的AJ2代了 那这么多的联名礼呢 其实我自己非常认可的 就是这一双Alfred 并不是因为Virtual啊 当然这个Virtual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 但是你抛开设计师啊 抛开这种联名的光环以外呢 我是觉得这个D8呢 指甲格颜色真的挺好看的 是我自己平时会拿出去穿的球鞋 而且确实呢 已经上脚穿过很多次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鞋底呢 确实还是脏的 好今天要开的最后两双鞋呢 其实在我的频道上好像也都出现过啊 旁边的这一双呢 是AJ1D8的灰颜色贝卡兰 具体的名字我忘了啊 我觉得跟贝卡兰主要的区别呢 就是填充的部位 都是一个灰颜色的 并不是纯白 那这次呢 是在JD Sports补货时抢到的 这双鞋子当然是以一个投资为目的 我直接抢了一双女马的大马 那旁边的这双EZ500呢 其实是我一直就想收的啊 那这一个呢是Blush配色 我老婆呢 应该有她自己的尺码 我早就想买一双浅颜色的EZ500了 那这双呢 其实是一个穿过的 也是我精挑细选逃到过的 大家可以看啊 鞋底呢 本身是脏的 但是鞋面的状况呢 还是非常的良好 同时呢 我自己做了一下简单的处理 把它清理干净 你可以看到 花了不到200美金 买了一个这么质感的鞦鞋 你觉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香 其实之所以想把这双鞋 翻到最后来讲呢 是想给大家案例两个小物品啊 好 其中一个呢 是这个麂皮刷啊 其实就是毛刷比较硬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麂皮擦了 所以拿过来之后呢 我先做的一个处理呢 就是用麂皮擦 把这个上面的毛皮呢 给它清理干净 当然了 只能说把一些灰唇给它清理掉 如果上面有染色 这个肯定是处理不了的 好在呢 我自己精刀细选 选的这双鞋呢 没有任何染色的痕迹 那之后呢 就是用这个麂皮的毛刷了 把这双球鞋呢 上面的皮质 给它刷的均匀 你看这个鞋头 是不是刷均匀了以后 显得很干净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正值春节啊 还是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 兔年大吉 同时别忘了 我们正在呢 征机投稿 发布一下 EasyCop的春节春达大赛 之前呢 就已经收到了一部分投稿啊 这里再次声明一下 这些投稿呢 一定要有春节元素 或者是过年的元素啊 不要简简单的呢 发一个春达就给我了 一定要有这些新年的气息 好 那今天开过的所有球鞋呢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有没有猜对 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双呢 这个呢 其实毋庸置疑 肯定是那双龙虾了 不然我也不会花这么多钱呢 这么多的加价 去买一个特殊盒 但是我们来猜一下 除了龙虾以外 我最喜欢的会是哪一双呢 当当当当 其实并不是欣喜啊 反而是我这里呢 一双逃过穿过的 一个Easy500的Blush配色 好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Take it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